我们终于离开奥体中心这个停车场了 刚才已经交过费了 在停车场里面就可以交费 我们一共停了整整七天多 一个小时 一共交了是有107块 我们现在打算开车去重庆市的北贝区 北贝区是我妈妈想去的 因为那边有一个公园 每天晚上会有喜欢拉筋拍打的人 在那边集体活动 我妈一直都很喜欢这个保健项目 所以她想拜着朝圣的心态去看一下 所以我们打算去北贝公园附近 找一个停车的地点 晚上让我妈去完成她的梦想 好的吧 惨了走错路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走旁边那根往下的路 对 进入隧道 天哪 怎么办 这是我们在重庆第一次在市区里面开车 于是叫第一次迷路了 这个不叫迷路吧 是走错路 好吧 咋整啊 苗总 我的心有点忧伤 我听说在重庆迷路至少要开一个小时才能够找到原来的位置 但是我们这不是在高架桥上就很好 这高德重新排路程吧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叫做重庆森林 因为走在里面会迷路 哎 哎呀我觉得在重庆开车把我的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 刚才在主城区里面又遭遇了一个2米8的线高杆 然后然后苗总爬下去帮我量量完了以后 来来来看一下我们随身带了小工具 然后我再慢慢的往前蹭 旁边开过的司机师傅有两个喊过不去 有一个喊过的去 好可怕 大家都在瞎出主意 真的好害怕 最后是一点一点蹭过去的 是的因为太紧张了所以没有拍下来画面 哎 重庆不管是哪个公园 都是这么多梯子 我们爬上来应该已经爬了快100梯了 还要继续往上爬好绝望啊 哎好像听到啪啪啪的 打人的声音和被打的声音 应该在顶上吗 别听到了 还有广播 是不是这里啊 哇只有个位数的人吗 哇 只有个位数的人吗 什么 你们是哪个 鬼样 鬼样啊 嗯 来吧 来太早了是吧 没有拍过去啊 啊 我自己拍了吧 有鬼的那种 不想咋拍吧 好的我妈妈迅速和这边拍打的阿姨们打成了一片 啊我可以开心的歇会了 天呐 妈妈在旁边阿姨的介绍一下要买新的拍打装备了 只要不用来打我我觉得都还好 有些人还说来不来都可以怎么样吗感觉 打的好痛 感觉有人帮我报小时候的仇了 哎 我看了都觉得害怕 痛 确实痛 嗯 怎么样 今天感觉 是不是应该来 还是应该来 虽然打的痛 但是我觉得来看看人家咋个拍的呗 我一直就有点想要几乎有啥一直想来看一下 嗯 学习打很多是吧 嗯 学习哈咋个拍啊 那你之前还说不来 哎呀 我是想到你们这么忙 到时候影响你们的工作不好 嗯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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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就好呗 我是想到真的影响你们 你们拍光点吧 起码这两个小时也就别吧 哈哈哈哈 没事了 没事我们在下面写作业了的 嗯 好了今天看妈妈还咋还是很开心的 是很贵 嗯 有人干了我想说想干不敢干的事 哎 反正 我心里是有点害怕又有点担心的 因为看我妈被被打出来的病灶好像有点多 但是又觉得担心她下手太狠 哎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很难形容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哦 拜拜 拜拜